脊椎整个脚的内轮廓反映出了脊椎的健康 举例来说,一个患有母指囊肿症的,该脚部区域会对应于上背部,反映出颈椎问题 建议可以沿着脚部内缘按摩,能为背部带来正面的影响 肠道蠕动肠道的反映部位为脚跟 脚跟上的均裂和老剑可能是肠道问题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,可以按摩脚跟或站立在一颗小球上来轻松达到按摩的目的 脚的中心脚的中心区域对应着整个消化系统,肝、胃、鼻脏和脾脏 当该区域出现粗糙斑块时,这可能意味着肾脏和胆囊中有结石存在 脚的颜色偏黄意味着肝脏或胆囊,偏绿则对应出脾脏和淋巴系统 若忽视这些征兆,随着时间的推移,体内毒素有可能会累积,形成有害囊肿 脚趾当脚趾的无明指区域出现硬块,这有可能代表胆囊的异常作用 在感结石存在的情况下,脚趾通常会非常僵硬,弯曲并有疼痛感 当大拇指朝食至弯曲也是征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,应改善饮食,排除体内的毒素 脚步冰冷当发生脚步冰冷的情形时,这表示身体的温度分布不均 通常反映出了消化系统的疲乏或肠躁症 为了改善脚步冰冷问题,应借由改善饮食来提升肠道功能 也建议可以将脚浸泡在热水中,用生姜精油按摩 痛风当大拇指和脚踝泛红,肿起和疼痛,可能为体内尿酸过量引起的痛风所致 得身体会试图替器官排除有毒物质,正因为如此手脚才会显示出一些疾病的征兆 根据STEP TO HEALTH指出,脚的各种迹象反映出了体内器官的健康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